我是那個艾蜜莉歐 然後我就分享一下我去這次的年會 然後在CC授權的運用的這一塊 那主要運用的部分呢 它其實就像剛才欣盈有提到 就是現在的這些分享出來的這些內容 其實已經快要9億的這樣的資料量 那其實這個數量就是越來越多 那其實它已經慢慢形成一個市場 那很多人就開始關心 就是早期其實我們就是 這個時間都去了解一些不同的應用個案 那但是也會有一塊 是大家會很關心的是它的這個商業的運用 那在早期呢 因為CC不曉得大家是不是都 對CC有些基本的概念 那CC剛才欣盈有提到四個要素裡面 有一個叫做非商業性 那非商業性就是告訴大家說 在非商業的情況下可以如此運用 那在商業的情況下就要另外談授權 那之前呢就有思考到說 那在商業的情況下就要怎麼樣去跟這些創作者聯繫呢 那那時候就開發出CC Plus的這個應用概念 但是我不曉得是不是技術上的問題還是 因為它CC Plus主要是讓大家就是如果希望商業運用的話 可以運用這個機制然後去找到這個授權人 然後或者是知道說這個授權人他願意怎麼樣在商業情況下讓你去用 可能是用比較高解析度的話要多少費用 或者是怎麼樣的情況下運用是怎麼樣的授權的方式 那但是後來好像 像CC Plus的話也就沒有運用的 就是沒有很多人去運用 那在我看來就是他的這個內容就有點像是 我們現在很多人他都把這個相關的訊息打在一些 就是如果說你想要再進一步的運用 然後可以找到這個創作人這樣子 那我不曉得就是待會可能我想可以補充這邊 不知道是不是在在技術層面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蠻早期大家就開始在思考這個商業的這一塊 那其實就我的觀察很多平台可能在運用CC上面 他可能是運用募款的方式去有一些金錢的支撐 或者是廣告的方式 那或者是說像這樣的平台 他可能就是支援CC 那但是同時他也會讓一些使用者就是知道說 如果他要用一些不同的使用方式的話 那他會有不同的這個金額價錢 然後可以去下載這些作品 然後用這樣的價錢 那有的是聚焦在就是他使用的目的 那有的是聚焦在說這個使用的這個檔案的quality 可能像有些圖 他可能就是放一些低解析度的這個圖像 那他用CC釋出 那他可能說你希望用在一些商業的情況下 那可能要付多少錢 那他就可以讓你下載 那就有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那其實呢 目前就是看到說就是有一些平台上面會有支援CC 那可能他們也去尋求一些商業的可能 那但是呢 其實像CC在推動的時候其實很大的一個核心 就是他不太去特別去建資料庫 那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運用就是這個網路 還是等於是一個資料庫的概念 然後透過搜尋引擎可以去找到 那但是因為現在就是也是我們常跟CC總部反應的 就是在搜尋的這個程度上面就是沒有辦法很精確 那像我們在這個會場的時候 就是剛好有分組的時候 有跟那個Ryan有提到這件事情 那他也說就是 現在就是Focus在要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要把這個搜尋引擎 就是要提高這個精確度 那他們也推出了一個叫The List的這個專案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像是圖像需求許願器 就是像在遠方可能你希望有一個照片 但是你可能沒辦法去美國的一個地方 你可能需要一張那邊的照片 那可能你自己沒辦法飛過去 那那邊可能有CC有夥伴 那你可能就在這樣子的這個許願器上面 就可以告訴大家說你有這個需求 那如果有空有能夠的人 然後就可以幫你拍一張照片 那就可以達到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你有這個需求 然後可以幫你完成這個心願 那這個The List呢 其實他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一個技術面的概念 他是希望說把一些Meta Data 能夠盡量的自動化的遷入到這些Source裡面 那這個比較技術的部分 可能待會國強會提到 可以你要再Cue我嗎 剩下的要不是Cue我嗎 因為我是平準面的 對啊 平準面的 對 好 好 那其實呢就是就我觀察 就是在這個CCD這邊 就是大家越來越希望思考到就是 就是運用層面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也越來越希望說能夠看到一些商業的可能 那剛才就提到一些就是商業的一種 一些幾種模式 那現在就是比較聚焦的就是 他有發起一個專案 就是這個專案 那有到這個平台上去募還 那就主要就是希望說搜羅就是全世界 一些關於CCD方面 然後是用在這個商業運用的這個層面 然後希望能夠把這個一些商業模式去整理出來 然後做成一本書 然後讓大家可以參考 那其實這樣子的就是搜集案例 然後去做分析其實一直陸續都在做 那像這樣聽Open的這個計畫 然後還有之前就是有一本書 叫做The Power of Open 都是會把各國一些比較有 就是他們擷選出來比較特殊的一些例子 那像這個我們就有翻譯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那另外呢也有他們有嘗試就是做這個所謂的工具箱 那他就是希望說CCD在推動這些領域 像教育啊政府部門或者是文化創業產業等等 那他們就是目前是一個計畫 那希望是找到一些國家 像他們用Hackzone的方式 就是他們就是邀請可能就是這幾個國家 像是阿根廷他就focus在教育的層面 那巴拉圭是比較政府的議題 那波蘭他比較是處理這個所謂管聯的這個部分 就是美術館啊圖書館檔案館 博物館等等的這個議題 然後他們就會去整理出來一些就是教材 然後影片然後還有一些經驗分享 會把它放在上面然後供大家來參考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就是平台工具箱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長期在關注這個就是運用的議題啊 就是雖然就是商業也是一塊 但是我們就是更關注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那我們也把一些就是各國看到的一些例子 都會匯集到我們的平台上面 那在會場上面還有一個就是接觸到蠻不錯的例子 但是他大概也是三年前就是首爾政府裡面就提出來 是一個分享程式的概念就是一個分享經濟的概念 那他們就是運用的層面 他包含就是把一些可能像是停車空間的資訊 可以把它分享出來 然後可能像運用在像有些小朋友長大 然後他們可能有一些衣服啊玩具可以再運用 或者是媒合一些高齡長者的空間 跟有租屋需求的年輕人去做媒合 然後讓這樣子的一個用分享的方式 然後讓他可以有一些經濟的運作 然後還有那個Airbnb也是本於是空間的一個在運用 那在我在會場上面還有聽到一個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個例子 就是他們有分享到一些運用上 運用CC上面遇到的問題 那其中在3D列印是一個 就是一個蠻新的領域 那他們有提到說在性能標示的部分 就是在運用這個CC釋出的這些圖去把它做出這些3D列印的東西 在性能標示的部分它會有一些困擾 那這就是目前是在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希望說有解決的方式 那我們在推動的時候 就是接觸到這個比較工業設計領域的時候 他們也會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也有思考到說像CC的運用 再把它轉成這個實體的這個內容 因為在這種工業設計這個領域 就是把一些圖像 它圖像CC釋出 然後又把它轉成這個實體的這個部分 那它可能是不會受到這個著作權上面的保護 它是一個操作行為 那可能就是在這樣子新興的這個領域上面的運用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就是授權上面的一些新的思考的部分 因為像它把它轉做出來 它可能就沒有受到任何的一個保護的基礎這樣子 那最後呢我就想還要分享一個就是說 在推動的CC的過程其實是早期一開始在提出這樣一個 那概念主要也是解決這個著作權法有一些問題 那其實在就是這一場這個CC年會的時候 有遇到有一位就是設計設計家 然後他是本身就是會去做這個 用這個衣架去做出各種創意的產品 創意的東西像這個床就是用衣架做出來的 那他早期就接觸到CC 但是他其實並沒有馬上加入CC 那其實後來他的這個創意呢 其實在網路上這種分享的這個環境裡面 他還是很大量的被大家看到 那但是後來他慢慢覺得說 CC這樣子的一種方式可能可以讓他 那他也在嘗試啊就是我有問他說 他如果像之前沒有加入CC 也是讓那麼多人看到 那加入CC的差別 那他就是想要去做一些嘗試說 其實他覺得標示他很支持這樣的概念 那他也希望說可以透過CC接觸到更多的人 但是他在一開始想要分享他這個作品的時候 他並沒有一定要採用這樣的工具 那我是會覺得說其實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去思考這個他的需求面 那CC他只是一個就是其中一個工具 那有時候可以跳脫這樣子的一個工具來做思考 那這大概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這個會場上有一些看到的內容 好 謝謝